欢迎收看清点话题 我是徐清皇 为您清点最热话题 中国政权的斗争升级当中 被反习派呛瞎之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竟然做了三个让步 而且习近平透过党媒 要求学习时报 要求党内乖乖听话 但反习派透过华尔街日报 公开反习近平之后 他做了三个让步 这三个让步是哪三个让步呢 而且习近平被打脸 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他会忍吗 所以在这个时间 中国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 竟然出来说 习近平在敲山震虎 什么叫敲山震虎 是要震哪一只老虎啊 而且各位 今天堪称是中国外交的 黑色星期五 为什么 因为最大的新闻是 美国总统拜登 被CNN问到说 如果台湾遭到中国攻击 美国是不是会防卫台湾 拜登给的答案是 会 我们对这个有承诺 而且各位 主持人还反复问了他两次 他都这么说 所以美国的外交政策 难道要从所谓的战略模糊 转向战略清晰了吗 对于台湾保卫的这件事情 要说清楚 讲明白了吗 此外 习近平今天如果手上 收到外交报告 可能会很头痛 因为有国家谴责他新疆人权问题的 有挺台湾证明的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的副国务卿 也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活动 而且还特别强调 中国一直误用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 不让台湾参加联合国 诶 妙的来了 习近平下个礼拜一 才要出席联合国中国恢复50周年的纪念会议 这不等于打脸习近平吗 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的来宾会为各位解析 首先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 台耀南 大家好 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 清王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姚慧珍 大家好 财经专家邱米宽 清王好 大家好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在中国这个礼拜所上演的反习派 透过华尔街日报的反扑 以及习近平现在所做出来的让步 因为你知道对习近平来讲 最怕的是在中国国内发生政变 所以他才会透过中国的党媒学习时报 发了一篇文章 要告诉大家 你们不要随便的想换皇帝 但是这一件事情 习近平心里也是怕怕的嘛 所以你看 他做了三个让步的举动 这三个让步的举动 惠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先从这个礼拜 最新的一个变化 就是马云出国 我们知道马云被视为 一个非常重要性的指标 因为所有的中共 对于不管是说这个商务的 电子商务 或者是说金融体系的一个监管 还有包括滴滴打车这一些 全部的这种 人家认为是比较市场开放性的 这一些龙头名气 一系列的监管 马云是最先开始的 那马云可以出国 一开始是说到香港 没有想到现在人 就坐着他的豪华游艇 出现在西班牙 光是这个动作 其实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读 第一种解读是认为什么 是认为习近平因为打马云之后 一连串的动作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经济上的风暴 让华尔街也就是中国在美国最后的朋友 华尔街也产生了很大的质疑 包括软银都赔了巨款 那人家就会觉得说 如果说你今天拿下马云 你本来只是要进行一个所谓的监管动作 但是你却导致连外国最后的一个朋友 华尔街都对你产生质疑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会面临到一个内外交迫 因此人家就认为说 而且习近平的智囊 狄东升之前还说 华尔街就是中国的老朋友 有中国的老朋友 华尔街在 我们在美国很多事情都可以瞧 包括高盛 前一阵子不是也有传出说 他们一个很重要的 8月份的时候跑到中国去 好像就在疏通这件事情 其实这一招是 习近平派人压着马云 去西班牙处分所有相关不当的资产 目的还是要把这个钱拿回来 要他去把藏在欧洲的钱给拿回来 事实上因为我们一开始会认为说 好像感觉上习近平把马云放出去 是一种让步之一 让步的情况是代表着 对自己内部的一个反习势力 感觉上有进行一个妥协 最终目的是要在11月份的 六中全会的时候 可以顺利通过所谓的 第三份的历史决议 那光是这个马云出国这件事情 其实两方的解读都不同 但不管怎么样 确实马云的一个初访 出国这件事情 也让人家觉得说 整个中国内部好像有产生 习派跟不习派之间的一个角力在 第二个人家会认为 最近一个为什么习近平在监管路上 一个让步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自从就是整个进行一系列监管之后 恒大的风暴爆发了 其实习近平有几次谈到 共同富裕这件事情 所以拿下马云 第二件事情 把房地产税价格拉高 再借由这种方式来打房 借由这种打房的措施 让你就比较不要产生那种贫富悬殊差距 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达到一个共同富裕 让一般的小资家庭也可以买得起钱 不要把房价弄得太高 但是这个举措没有想到最新的消息是说 在他们自己的中常会里面 中常会里面遇到了强烈的反弹 而且竟然是由副总理 就是韩正出面来讲说 哎呀圣上请多思啊 请多就是千万这个政策要缓推 本来是说要30个城市 现在可能要缩小规模到10个城市 但这10个城市是不是真的会进行下去 其实还不一定 那为什么现在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 从30个城市要缩减10个城市 甚至说这个房地产课征的动作 可能会推缓延迟 第三个第三个是什么 其实就是即将在11月召开的六中全会 这个到底会不会通过 所谓的第三份的历史决议 其实备受瞩目的焦点 知道什么叫做第三份历史决议 我们知道中共目前为止 总共出台两份的历史决议 第一份历史决议 是确定毛泽东的 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地位 第二份的历史决议 是确保了邓小平的 在党内里面的一个核心地位 而习近平藉由这个第三份的历史决议 希望为自己打破这个连任制 希望迈入第三任任期 取得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正当性存在 惠真讲的很有道理 可是在这个时间 你看谁这么大胆 竟然敢骂习近平是残暴的独裁者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习近平看似一手掌握极高的权力 但从2012年来 他经历过多次的政变 他怎么铲除政敌的 对习近平来说 有两大贼王 什么叫两大贼王啊 廷辉 这个NBA的一个球星 是波士顿队的 这个所谓的塞尔蒂克的球队 它里面有一个中锋 叫Kenter 那结果呢 他在他的推特上面 发布了一个 骂习近平说 他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 他打他的NBA为什么要去骂习近平是残暴的独裁者 因为他提到了 就是说他身边有很多西藏的朋友 他知道说西藏目前呢 已经有至少150个人自焚 自焚来表达他们的一个诉求 那对于说这个独裁者 就是所谓的习近平来讲的话 他骂他是一个独裁者 不过中国外交部队 这个是不予回应 不过因为这样子的话 NBA又惨了 因为他的赛事 这个球队的赛事 在腾讯的这个运动转播当中 又被停止了 但是我们话说回来 这个习近平的确在2012年上台之后 他2012年的下半年开始担任总书记 2013年担任国家主席之后 就不断的传出有很多 包含要暗杀他的一些事情 那其实在2012年那一次是最精彩的 因为他跟薄熙来之间的一个斗争的关系 使得在背后来讲 又有美国因素 又有很多的其他的大佬之间的因素 那我们看到说本来在2012年年初的时候 而且薄熙来是本来被认为比习近平更有资格接近国家领导人的 是的也就是说这个吴伯雄口中还是什么 这个所谓的吴敦毅的口中说 这个薄熙来是中国的马银酒 也就是说人长得高高挺挺的又帅 然后基本上他被认为说是有可能 他也是太子党的 他是被可能未来要接班的 那结果呢 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 当时的薄熙来就是 这个重庆市委书记底下的 他们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公安部门的公安局局长 叫王立军 结果王立军呢 就是拿了很多黑资料之后 逃到了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 然后跟美国来投诚 然后这时候呢美国研派的结果 发现到说不对啊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 是涉及到未来薄熙来能不能成为总书记 或者是习近平能不能成为总书记的一些黑资料 那这时候美国呢 在刚好习近平到美国去访问 那美国就把这些相关的事情告诉了习近平 结果习近平回来之后呢 王立军也被送到这个北京去了 由胡锦涛等人来保护他 然后呢薄熙来就被抓了 那本来里面呢 那听说就是密谋就是说 这个薄熙来跟中央的周永康呢 两个密谋想要把习近平除掉 让他没办法去担任所谓的这个上位 也就是说这时候薄熙来可以铲除掉习近平 结果没想到习近平从美国那边获得了相关讯息 而王立军呢 本身来讲就是公安系统的 所以公安系统又叛变 逃到这个习近平这边来 所以当然受到大家保护 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 当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 他的权力其实没办法那么巩固的情况之下 2014年又发生了所谓的军委的两个副主席 一个叫徐才厚 另外一个叫郭伯雄 徐才厚呢 结果呢 在2014年被这个所谓的习近平 他们以这个所谓的 类似所谓的叛党的这个概念呢 把他双规的 也就是说又把他抓起来了 所以军方来讲的话 你想想看哦 这个徐才厚也好 或是隔年的被整肃的郭伯雄也好 他们背后是谁 他们听命的还是江泽民的这个系统 然后另外再来看到 就是说后来的这个我们看到孙立军也好 孙立军其实最近还有像这个所谓的傅政华 他这几个人呢 他们原则上也是后来的公安体系的 那这些公安体系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被这个定罪的 不是什么贪污腐弊哦 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串谋斗权 串谋斗权 或者是有关于这个没有道德底线等等之类的 他讲的东西已经不是传统上在整肃 这些所谓的贪污腐败的这些官员 奥谋夺权 这四个字就是政变的嘛 就是政变 就是说这些人基本上在处心积虑 在习近平执政的这九年当中呢 处心积虑想要把习近平推翻掉 但是呢 所有这些人背后所指向的 就是江泽民跟曾庆红这两个人 因为这些人都是江泽民跟曾庆红 所拉拔起来的 不管是军方体系 公安体系 政法体系 或者是其他的相关财经方面的体系 都是江泽民跟曾庆红的人马 而江泽民跟曾庆红这些老人呢 基本上也还没有离世 所以呢 这时候他的余党势力会不会反扑 然后现在他为什么那么紧张 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的一个整肃的动作 都跟二十大是有单 所以从廷辉的话里面听得到 习近平在乎的两个人 还是江泽民跟曾庆红 但是我们前面也提到一件事 习近平的让步的动作 习近平会让步 表示他还是有些需要介意的人 他的权利 让他不得不让步 要不然如果他都最大的 我谁都不需要考虑了 我干嘛让步啊 所以现在大家看的是 马云去西班牙这件事情 有人说是让步 但是也有人说 这是习近平的一个大旗 甚至还有人说 有看到二十多个特警 跟着马云进去西班牙 明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马云最近出现在西班牙 旁边当然是第一个关盖云旗 而且场面非常的大 他在他那个豪华游艇旁边 一直出现 但旁边的保安非常非常多 那以马云的一个身价 有保安也是应该 那重点是在于 这些人是谁 先来谈论到习近平 习近平这次放马云出来 到底是不是以退为进 各位 马云销声匿迹 已经一年多了 这销声匿迹的 一年多的过程当中 他对中央交代了什么 谈了什么 为什么过去几乎是呈现 软禁的一个状况 这一波可以出现在香港 然后一溜烟的又到欧洲去 所以有人说 会不会阿里巴巴有一些钱藏在欧洲 要他去把 因为毕竟他是负责人嘛 硬性在他那边 要他去解除之后 后面情况会什么 我们再来看 但我们要来说 阿里巴巴跟蚂蚁金服 真的太大太恐怖了 先来谈这件事情 蚂蚁金服2009年成立的时候 台币失益 然后去年要做IPO的时候 那时候是史上最大IPO案 值美金350亿 值台币大概一兆出头 各位 短短十年不到 这是一个一千倍的成长 获利多大呢 非常大 马云一直说 这个就是我马云 跟我们家八大金刚 跟蔡崇信先生等等的一个功劳 但其实各位 不是 后面仔细来观察的话 第一个 马云他只是一个人头 后头他是盘根错节的 而且这盘根错节当中 通通都是所谓的红色资本 那现在问题来了 两个最大的一个源头 这两个最大的一个源头 刚好也是习近平心中的 两个最大的恨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就过去来说 从整个江泽民 江绵恒 一直到江志成 各位他们现在已经到第三代了 三代富贵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最近的一个江志成 他一直在做转进 为什么呢 江志成旗下最值钱的 就是下面我们所谈论到的 博裕资本 博裕资本最近 从大陆撤香港 再从香港要去撤到新加坡 沿路都一直在撤退当中 但是大家突然间发现 哎哟 江志成的股份好多 因为博裕 他又转投资了 所谓的北京金广 但是北京金广 投资了非常大的一个股份 在蚂蚁金幅的一个身上 所以后面 为什么习近平 跟整个中国官方会痛下杀手 各位这个痛下杀手 连自己人都喊到了 所以这个地方 你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习近平从去年到今年 一直都在干一件事情 叫做查金流 而查金流这件事情呢 查的有这些 红二代红三代 所投资的公司的金流 查的有像阿里巴巴 有像蚂蚁金服的金流 今年最新的查的是金融业的金流 所以我们想请教谭耀南大哥 习近平这一连串的 查金流的动作 他在害怕什么 他认为他的政敌躲在哪里 对 最近这些事情非常悬 非常妙 那么因为第一个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 十九大六中全会 马上要召开 那么十一月八号开始 那么最近的风风雨雨 包括马云 那么就跑到西班牙去 那么这次马云跑到西班牙 很明显的 大家看得出来 这个应该已经是被 被收服 被收编了 那么这是重要的一个政治讯号 让大家看到说 其实马云可能当年是在 阿里巴巴是江系的人头 但是也很多人是马云的人头 那么这些人有在香港的 有在海外的 所以谭耀南大哥 你的意思是说 马云现在能够出来 他要么交代清楚的一些事情 要么该给的东西给出来 要么该坦诚的东西 你坦诚完了 所以他才能够现在看起来 比较自由的被放出来 对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讯号 什么政治讯号呢 就是说要给过去作为人头 或人头的人头的人 藏在海外的这些钱 这些其他的资产 那么非常强烈的说 我要开始查你们这些钱 查你这些金流 纷纷希望把钱放回中国 那么让马云作为一个象征性的 到了西班牙 旁边有保镖有游艇 让全世界看到说 这个事情对中国共产党来讲 对习近平来讲 应该是已经所谓的搞定了 虽然习曾经当过上海总书记 上海市委书记 可是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短的时间 他是陕西人 过去曾经在福建 曾经在浙江 但是在上海是非常短的时间 所以其实对整个南方的 以江维核心的 当初这样的曾庆红的势力 透过新经济在过去一段时间 拉抬起来的各种错综复杂 而且透过香港跟海外连接的 这些金流 这些实际上的这些资产的转移 或从中国大陆内地 转到海外的这些过程中 在当初其实可能没有很明确 很清楚的掌握 那么这次透过对新经济的控制 新经济的紧缩 包括以马云 以阿里 以蚂蚁金服为一个象征的人物 或象征的企业的整体的整个的收编 我想习近平的一步一步的大权在握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当然过去马云说 过去人家说马云可能是江的人头 或江家三代的这个白手套等等 现在看起来 或从现在开始往后 这个论调可能就不对了 因为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子推论说 在这一波的清洗之后 其实马云已经被收编 就马云个人来讲 个人的资产来讲 大概已经没有事了 可是你接下去看到的 那个所谓的BAT 包括这个阿里巴巴在内 看起来接下来都会 阿里巴巴百度腾讯 百度腾讯 实质上 实质上都会变成国有 或国营企业 纵然它可能还是维持的 一个名气的状态 但是实质控制权实体上 大概都会被收编成为国有企业 这个已经不是所谓的国进民退了 这个其实是中国透过国家资本 国家企业去全面的掌控 和全面的控制 包括实体经济 新经济跟传统经济的 方方面面的全部的控制 那么在习认为说 他要修正过去的路线 说所谓的毛邓西三开 第一个时代是开创的毛泽东时代 第二个时代是从 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 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 那么很显然的习要开放 要开创所谓的第三个时代 这个其实是毛邓的七三开的一个 所谓用他的讲法就是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结果就是 所有过去在改革开放 赚的钱的人 对不起你要倒霉了 或者说你的钱都是国家的钱 你的资产都是党的资产 所有由党来控制 由国家来分配 那这个可能是心目中的 理想新中国的一个新经济的时代 那接下去是不是会有风风雨雨 是不是这么会顺利 会不会有反弹 会不会有各种不同的政治理路 跟实际上经济社会情况的挑战呢 我们还要再看 但是你可以想见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我看起来接下去的走的路数 在现在整体的全球经济的状况 通货膨胀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挑战 我想也不会太顺利 所以依照台澳南理事长的说法 你可以发现 马云应该他能够 自由在西班牙行动 是被收编了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在观察中国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这真是中国黑色星期五啊 外交上诸事不顺 大挫败 为什么 就从拜登先开始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等一下告诉你 今天堪称是中国的黑色星期五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你如果是习近平的话 这个由外交部呈上一篇报告给你 新的国际新闻 一看 哇 怎么那么多 看起来都是不太好的消息 最大的不太好的消息 是谁讲的呢 是美国总统拜登 在接受CNN主持人访问的时候呢 主持人问他说 如果台湾受到中国的武力侵略的时候 那你会保护台湾吗 结果没想到拜登竟然怎么跟他说 我们给你看这上面的资料 拜登被问到台湾如果被攻击的时候 他的回答答案叫做会 我们对这件事情有承诺 哇 各位 这件事情重要性在哪里 他的重要性是在于说 美国过去被问到这件事情的 标准答案叫做 我们会协助台湾保卫他们自己 美国在上面一直保持一个战略模糊的态度 从来都不愿意讲清楚 但是拜登在今天把他讲清楚了 说我们对此会有承诺 那除了这个新闻对于中国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负面消息之外 另外一个你也看到联合国有43个国家 共同发声谴责中国迫害新疆 所以你是习近平你看这新闻会不会头痛 会啊 然后你再看英国的防卫大臣警告中国 不要在台湾周边采取危险的军事行动 然后你又看到欧洲政治合作报告 高票通过 他们说跟台湾之间采取民主对抗集权 这整件事情这新闻你看 我列给你看 由这里到这里 由这里到这里 你是习近平看到这洋洋洒洒的新闻 从昨天到今天 你心情会好吗 应该不太会好 但最重要的你看下面还有一则 拜登讲说要协助台湾防卫 要保护台湾之前 美国的副助理国务卿才说 批评中国用2758号决议 他认为说要挺台湾参加联合国 这件事多重要 他的意思说 第一个我们要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的活动 第二个中国过去都跟人家乱讲 说因为联合国有个2758号决议 所以台湾不能参加国际组织 但美国的副助理国务卿告诉你 这是错的 因为在2758号的联合国决议里面 根本没有谈到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要请教谭大哥两件事情 第一个拜登怎么会在这时候讲这种话 第二个是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是什么 拜登在看起来明显的不是脱口而出 甚至有可能主持人给他一点机会去想的时候 他都非常清楚的说 对我们有具体的承诺 好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 现在各界都会猜 看起来也不太像脱口而出 拜登政权虽然还是会维持战略模糊的概念 但是会慢慢的朝向所谓的清晰版 修正版 或者是2.0版的战略模糊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原来的太阳再讲得更清楚一点 架构上面不会修正 法律的体制一中政策还是维持 但是他为了要跟台湾的具体承诺 跟盟国包括日本 包括澳大利亚讲清楚 说明白说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怎么做的情况 他必须要做出一个高度的政策宣示 我不敢说这个拜登总统一定是利用CNN的这个场合 做这样的说法 但是有这个迹象看起来 从最高领导人 从总统的角度 慢慢开始引起各界的讨论说 没有错 我们对台湾的承诺 是非常非常坚实的 英文有个字叫rock solid 就是那个硬到跟石头一样的 坚若磐石 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一个支持 在接下来你会看到越来越清晰 而且我补充一下谭耀能大哥的这件说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拜登总统在接受CNN主持人访问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呢 拜登说美国会保护台湾 结果台湾不知道哪里来的新闻 马上下了一个标题 叫做他又讲错话了 可是你要知道 拜登基本上呢 他是在被问第二次的时候 都讲一模一样的话 所以你可以看到 拜登原始的第一句话 各位可以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 就是他在接受CNN的主持人的访问 拜登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第一次主持人在问他的时候呢 他就告诉主持人说 对于保护台湾这件事情是 yes and yes 他讲完了yes and yes之后呢 主持人为了要给拜登一个澄清 你有沒有讲错话的机会 特别再追问他一次 你是不是会保护台湾 所以拜登才会讲出来 刚刚谭大哥所说的那一句话 对我们有过这个承诺 所以他是讲了两次 yes and yes 跟说我们会有这个承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他讲这一句话 绝对不是单纯脱口而出 也不是单纯的讲错话 没有错 清皇我这次看起来 因为过去很多人认为说 拜登有的时候 他会不小心的脱口而出 讲话用字显示 不是那么精准 但是这次很显然 CNN的主持人给了他的机会 就像你说的 我们也不认为说 他是脱口而出 不小心讲错话 很可能是一个深思熟虑以后 希望借由一个场合 公开的做出这样的宣誓 跟传递出来 你看接下去一定在美国 这个政坛政权一定会炸锅 一定大家开始讨论这个事情 是不是代表有隐形的 慢慢的政策的宣誓 跟改变的味道 好 那我现在讲这个所谓的 这个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 其实这个 这个老一辈的观众 可能都会知道或记得 这个当年在蒋介石政权的时候 这个就是叫做 所谓的排我纳斐案 这个是在1971年10月25号的时候 第26届联合国会议 在1976次会议 联合国大会的时候 在讨论说 做出了一个所谓的2758号决议 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来取代中华民国 代表中国在联合国的席次 简单来讲 这个所谓的2758号决议 就在讲这个事情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华民国 取代中华民国 代表中国在联合国 好 那各位听清楚了 这个在谈什么 这个是在谈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席次的问题 没有谈到台湾是不是 中国的一部分 或台湾是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分 或台湾的主权问题 都没有谈 那中国在2758号决议文之后 就加入了联合国 这几年他一直在说 2758号决议文 确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他的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什么 我跟大家复习一下 第一中国只有一个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政权 第三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中国最近几年来 在国际社会上一直说 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文 已经有决议了 联合国大会决议说 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是一个中国的原则 你不能违反 那你各位知道 联合国有200多个会议文 有些国家根本根本没有看 原来有一个决议了 那我们不能违反决议 所以这几年 台湾跟美国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 拜登现在要增加 对联合国和国际多边组织的承诺 你各位也看到了 要回复人权委员会 要增加对联合国 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特别最近几年 特别强调2758号决议文 要跟世界各个国家 不管跟我们有没有外交关系 解释清楚说 2758号决议文 跟台湾的主权地位 跟所谓的一个 中国的一中原则 是没有关系的 美国本来也是这个立场 所以昨天在那个 华府有一个视讯会议 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那么葛来仪主持的 其实我们的这个驻美的 副代表王良玉也有参加了 那么也请到了这个 国务院 美国国务院的副助理国务卿 这个副助理国务卿 Rick Waters 他的中文叫华志强 他其实是在管 在国务院负责中国 台湾跟蒙古 其实他地位是非常重要 那换句话说 这个研讨会 已经不是纯粹的智库民间的了 那请到了台湾的官方的代表 和这个国务院的副助理 国务卿在谈这个事情 其实那个主题 就是在跟大家解释说 2758号决议文 就像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 实体的核心是什么 那重点也在于说 希望各个国家 就联合国的会员国 能够知道这个情形 也能够支持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 美国的过去的 一直以来的一中政策 对于台湾 对于中国声称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只是acknowledge 他就说我听到了 可是我没有同意 我也没有承认这件事情 那2758号也没有 处理到台湾的主权问题 或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那旧经常合约里面 并没有处理台湾的问题 所以美国也持这个立场 就换句话说 在中国用2758号决议文来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或者一中原则 你们不要违反 你们这些小国乖乖听话 这个事情看起来 在台湾的努力发生 在联合国努力的 争取其他的国家支持 以及美国的 大力相助的情况之下 这个情势会被扭转 而亭辉听说 现在连欧洲都持这样的态度 在欧洲议会最新的表态里面 大力支持台湾 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台湾在欧洲的相关代表处 正名为台湾 第二个要跟台湾发展 双边的经贸协定 对这个是前所未有的 我可以用这句话讲 为什么 因为以往的欧洲跟台湾的关系 在这个台湾离开联合国之后 事实上 很多欧洲国家跟台湾 只有发展经贸文化关系而已 不敢从政治军事方面关系去角力 除非像法国这种 卖给台湾拉法业舰之外 其他的国家基本上都非常保守 但是这一次欧洲议会 以580票对上26票 也就是26票反对 66票弃权 580票赞成的情况之下 通过了这份报告 这份报告是 名字是什么 是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 你看政治关系 已经不是只有单纯的经贸文化关系而已 所以这份 是前所未有的东西 以前面对台湾的关系 都要特别限定 就是在经济上 贸易上 都不太敢去讲政治两个字 所以现在已经打破那个隔离了 也就是说直接跳跃式的 跟台湾要发展这种政治关系 那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台湾 是一个民主国家 受到这个欧洲国家的肯定 但是事实上 始作拥者还是北京 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去年这个香港的事情 还有这个新疆维吾族的事情 使得欧洲国家已经早就 对中国来讲已经放弃了 为什么用放弃这两个字 因为去年12月31号 大家不是才看到习近平跟梅克尔 还有这个法国马克宏 他们在进行视讯会议吗 说达成了中欧投资协议的一个谈判结束了 那谈判结束之后准备是双方的国会都要批准 欧洲议会要批准 然后中国人大都要批准 后来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对于内部 就是说这份协议当中所做的承诺 也就是说要批准国际劳工组织 相关的比如说被剥削劳工的人权条约 完全都没有动作 所以等于是中国没有承诺的情况之下 在今年来讲的话 这个中欧投资协议 我可以说胎死附中了 那胎死附中之后 你看现在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蔡总统跟欧洲进行所谓的欧洲投资的论坛当中 有提到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要签订BIA 就是双边的投资协议 那这一份的文件当中 也特别去点出30项的未来的作为 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BIT的部分 未来让台商更加能够自由的进入到欧洲市场去投资 那台商以后到欧洲就更方便 然后欧盟也是会到台湾来投资 相对来讲的话 他们也需要半导体 所以未来说不定台积电还会到欧洲去投资 那另外来讲的话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要证明 也就是说帮欧洲驻台办事处 还有台湾驻欧盟的办事处 相互的做证明的动作 特别是欧洲驻台办事处 目前还叫经贸办事处 下一位改名就是欧盟驻台湾办事处 所以在这种条件之下 你看到习近平看到这些报告不会屁屁出来吗 还有一些 黑色星期五 对真的是黑色星期五 然后就是说 因为国台办这件事情 已经跳出来讲话了 还是重申老调子 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然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但是这样的论点已经被欧盟打脸了 为什么会这么讲 因为很多小粉红 他去欧盟的一些 所谓的网路上去留言的时候 结果反倒是被欧洲议会的议员们 抢回来 他说你们小粉红 基本上你们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 你们傲慢的看不起欧洲议会 然后他说 这没有伤害到我们 伤害到你们自己 哪一天来讲的话 你们才会知道说欧洲议会是真正的决策的参与者 而现在你们还不了解 未来的经验会给你们教训 请问我很讶 现在欧洲议会的议员 已经会自己跳到 推特上面去 对小粉红开战了 真是不可思议 但惠珍现在可以看到的是 美国跟欧盟方面 面对挺台湾的动作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 但是现在美国竟然有议员提出了 击败中国法案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就提出 其实他这个美国众议员叫奇普罗伊 他提出一个法案 他说我们应该要鼓励公司把制造业带回美国 然后还要允许一些制造业 他们在整个收入里面 要扣除掉他们原国级的一个资产 等于是讲说让你税负上的优惠 让你更愿意来美国投资 然后让他们不要遭损 我们都知道 其实现在台商在美国最大投资是什么 台积电 台积电的120亿美金 在亚利桑那州的五难云场 其实今天整个财经界在传了一个消息是 Intel竟然使出插招 就是说抢我们台积电在美国 亚利桑那州的建厂的一些 所需要的一些工程人员 就是说整个工班 可能会因为Intel他也要投资 那就是来英的 对 他就来英的 就是说把我们的人抢走 或什么让我们比较难 在那边的工程 因此会稍微延宕 所以Intel故意把工人都先 比较好的薪水先挖走 然后就台积电只好到其他的州再去找人 对 他们是说这样 但台积电今天有特别出面澄清 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所有的进度全部都按照进度在进行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 其实你就知道事实上现在台积电到美国 这个投资对于美国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案 美国政府甚至还包括亚利桑那州 他们提出了大概有2.05亿美元的改善 你知道有多重要吗 我们节目有位来宾财经专家Joe 他们team里面 他们团队就直接到亚利桑那州去考察 他们说因为台积电要去设厂 那个地方也还在兴建过程中 但附近的办公室 满足 所以台积电很厉害 凡经过之处点时成金 真的是 就变成是说他们 包括他们的房地产价格 听说都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那现在已经涨上去了 不是蠢蠢欲动 已经涨上去一大段了 然后他们就说 包括他们现在亚利桑那州的市政府 提供了2亿2.05亿美元的 一个相关的经费 要干嘛 协助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设厂要弄一些公共的工程 包括你的马路要帮你修好 地下水道这边帮你弄好 你的路灯 最重要还是有废水回收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为了要赢这个 护照到美国去 他们美国自己政府 其实也是给予了非常多的 一个相关的利用 就是政策上的一些相关 他要赢做鲜花素果 都是要准备的 对 要准备好的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认为说 有一些相关的法案 必须要给我们一些优惠 另外一个是除此之外 你刚刚提到 现在是中国在整个世界村 很像是几狼万众狼 众狼万一几狼 怎么说呢 他们今天WTO 一个会议在20日召开 没想到整个会员国里面 有40个国家 猛烈的对中国提出 1600个问题 要你回答清楚 你中国到底 有没有透过过度补贴的方式 协助你中国企业 在其他的国家进行请销 或者是说用一些不公平的 一个竞争的贸易 那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已经就是 怨他怨很久了 我有稍微找了一下资料 他说大概过去这五到十年的时间 中国是全世界所有WTO国家里面 被申诉的国家里面第一名 他光是被申诉 被美国申诉的次数 就是说你不公平 你补贴过度 然后你甚至 有窃取我们的一些商业机密 这个被美国 就光是美国检举他 就检举了大概有39次 那其他还有几次是欧洲检举他的 然后中国也出来检举别人 但是中国检举别人 到后来在整个WTO相关的 那个诉讼争端检举里面 都被人家认为说 其实是你不对 就是你败诉 所以从这个过程里面 你就知道 现在其实整个 全世界的一个经济 或政治上的 已经形成一个氛围 一个反中 以及去中 应该是说一个去中联盟 跟对抗一个红色的一个共益链 所以这两股势力 其实已经很明显在较劲当中 所以你会发现在国际间 今天漫步的气氛 对于习近平主席来讲 他可能真的看到报告的时候 很头痛 黑色星期五 广告后来告诉你 美国联准会所公布的经济数字 从他的贺皮书可以看得到的是 美国现在缺工 但是他的薪水上涨是有涨的 可是在中国薪水调整的 看起来是很有限 美中两样勤 等一下告诉你 我们看到象征美国经济的 和皮书公布了 这个和皮书公布 我只告诉你两个最重要的数据 第一个数据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失业率数字 是一路的往下 从之前高点6.9的时候 这是2020年的10月 一直到现在是4.8 所以美国的就业改善 非常的明显 失业率往下降 不但失业率往下降 之前大家都担心 会不会发生停滞性通膨 通膨变严重 可是我们讲过一件事 如果你的薪资所得是有增加 而且增加明显的 那其实这个东膨 只要可消化都还好 结果你看到了 在美国的数据里面 他告诉你薪资的部分 也是在往上成长 一路往上去的 所以在美国你看到 他的薪资是成长的 然后他的失业率是往下降的 那我们就要问敏宽一件事 在美国的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而相对起来 怎么听说 中国的互联网大头字节跳动 竟然在裁员了 美国最近FED出了和皮书 那么总体数字很简单 就是美国现在的就业 好转的数字是13% 那么就可以发现 几个重要的转折 第一个 在整个就业人口数的一个部分的话 最新的一个 请领就业金的一个部分的话 只有到29万人 去年最高的数字曾经高多少呢 各位到百万 所以这个数字是明显脑转的 那目前美国呢 缺工的状况 我们可以从各大的 包括了原料 包括了工人都在缺 所以美国他们的薪资是步步向上 所以现在很多美国的联准会主席 他们都说 虽然短线有所谓的供应链 缺料的一个状况 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通膨可能会拖一段时间 但美国通膨尚可控制 但现在最近中国就比较麻烦 我们现在谈一件事情 今天有一个新闻 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个叫TikTok 他们在中国大陆叫字节跳动 这两年生意是做到风声随起 好得不得了 可是他居然出现了这一个讯息 这个讯息很恐怖 TikTok的总工作人数是10万人 各位 这家公司太神奇了 他们居然一口气裁员 可以裁员到7万人 7万人 对 他们10万个员工 一口气裁员要裁7万人 没关系他生意不好吗 需要裁掉这么多人 我一直 他生意理论上是不错啊 现在重点是 是不是变现的问题 还是广告的问题 到底哪边出了问题 所以我上面下了一个 所谓的一个 自根 他就说金鸡母变成落汤鸡 这中间到底出现了什么事情 还是说 整个中国大陆 真的是国家把手伸进去之后 让整个字节跳动 完全都已经走样了 那目前来说的话 第一个 字节跳动还是非常的值钱 字节跳动 他们最近虽然市值缩减了 大概一兆台币左右 但各位 这数字很恐怖 他是从14兆台币 缩减成13兆台币 所以缩减的金额 大概在7%到8%之间 但最近大股东忍不住了 为什么呢 字节跳动 一直要去做IPO上市的一个动作 但是过去 当大家看到了滴滴出行 当大家看到了蚂蚁金服 后面的一个状况 他们都觉得会不会上市 对他们来说是遥遥无奇的 那最近大股东的话 有一家叫美商海纳 他就说他要卖140亿台币 各位这只是一点点股份而已 就只140亿台币 各位就知道是多少了 但现在有个更恐怖的问题 我们刚刚跟各位谈论到 美国人家的整个 所谓的失业率是往下走的 他们的平均工资是往上的 他们目前请领就业金的状况 在好转当中 而且还找不到劳工 对还找不到劳工 可是中国最近我们就替他们很担心 为什么我们先来看 最近好多人都哀叫 都在瑟瑟发抖 我们看下面那张 瑟瑟发抖是天人吧 没有 瑟瑟发抖是没饭吃 瑟瑟发抖这里还没饭吃呢 第一个刚刚跟各位说 单单一个字节跳动才了七万人 那其他的呢 各位到底电商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所以这个叫做互联网的冬天 各位还记得吗 补教业一拳杀下去就一千万个补习老师 就瞬间没工作 所以补教业也有春天 游戏业各位还记得吗 学生哦 五六日一天只能够打一小时 所以呢 开发业者跟整个所谓的后端 伺服器等等 目前也呈现了所谓的游戏业的冬天 然后再来地产业也是 刚刚那个应该也是冬天 都不是春天 对对对 所以才会瑟瑟发抖 对对大家都瑟瑟发抖 然后地产业也是 因为恒大的一个问题 现在全中国地产业 呈现停顿的一个状况 各位去想 互联网补教游戏地产 通通都在冬天 失业大军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问题 而中国最大的一个增结是在于 他们每年有接近 八百八十万人 到九百万人的大学毕业生 我就问各位一件事情 清皇 这些大学毕业生 他们的整个未来的就业问题 如果所有的企业都在做猜测 他们的工作怎么办 所以中国的失业率是一个大问号 尤其是16岁到24岁的年轻人 连中国的官方都承认 他的失业情况很严重 但现在连师范学校的毕业生 都找不到工作 而且还有个观察指标 中国报考国考的人数超级多 连西藏邮局一个工作 都有将近五千人去报考 是怎么回事呢 广告后回来告诉你 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问题 看起来很严重 但它也出现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 台湾也曾经走过这条路 就是报考国家考试 想当公务员的人超级多 多到我在看资料的时候 西藏有一个邮局 就一个职缺 五千人来报考 然后能够通过书面审查的 两千五百人 听会 两千五百人抢一个工作 这也是很抢 对 这个现象其实各国都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看到这个国家 当年的国考 也就是他们公务员的考试 很多人去报考的话 代表这个国家的景气 是非常差的 那如果这个国家 少到很少人去考这个国考的话 代表这个国家景气 是非常旺盛的 因为没有人想去当公务员 大家想去赚一般民间的钱 所以从中国的这个现象 看起来 因为你知道 今年他们有909万的 这个大学毕业生 再加上刚刚我们提到的 900万毕业大军 对 然后还有今年有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电商 还有这个服务业的 包含这个游戏产业的 补教业的等等之类的 还有房地产 都已经泡沫化了 情况之下 有大量的失业人口 进入到市场上去之后 劳动市场上去之后 再加上一件事情 限电嘛 我们前面都讲过 限电有多工厂都 开始要关起来 所以你看到那么多人失业 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失业人口 然后职缺又那么少 再加上大学生 这个进入到职场上去的时候 今年的7月份的失业率 来到了16.2% 这在中国来讲 是算非常高的 然后你看到 这个更加夸张的是 因为大家想说 那干脆找不到工作 我就去考 公务员考试嘛 所以中国的考试呢 在10月20号 报名的人数已经来到了 77.8万人的报名了 77.8万人 人数当然从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没有感觉很多 投入到14亿人口没有很多 但是你知道 如果说以职缺来看的话 今天在西藏 有一个邮局的一个职位 竟然都5000多人 去抢一个人的位置 那另外呢 这个还有在 全国总工会的什么 机械眼睛建材工会办公室 光是这个办公室 也是算是党一事业的一个 就是国语事业的 其中一个职缺 也有将近有2000多人 去报考 2000多人去抢一个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 争多米少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么多人在竞争 那显然就是 真的中国的这个职场上的寒冬 早就已经来临了 那问题又来了 就是说 你这些人不是要去报考吗 那自己读 难道真的考得上吗 然后又去找补习班 补习班又被资浅 那说不定 还是一堆补习班的老师 去考这样的职位 也不一定啊 所以这个其实说 对中国来讲 是一个恶性循环 你知道吗 连老师都失业 对非常非常严重 那你如果说 家里有钱的 当然 有钱何必去考公务员呢 那没有钱的 要去考公务员的时候 你又找不到补习班 这个就是雪上加霜的一件事情 所以中国的就业市场 雪上加霜 它其实还有个背景条件是 它其实有工厂工作的职缺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 900万大学生毕业大军 多数是不愿意去做工厂的工作的 所以它一方面呢 有工厂的职缺 但是另一方面 它的毕业大军 对现有职缺也不满意 所以也造就中国现在 特殊的失业现象 所以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 会怎么走 我们会继续为您做观察 谢谢我们的来宾 也谢谢我们的观众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